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然不在话下 只是破解阵法需要时间 更好灵力 那狐妖毕竟也会有所感知 若他费时费力 破解到一半时那妖怪突然杀回来 岂不是白做了无用功 为无限觉得要想一个更好的 不易被察觉的解法 蓝战这方面的书读得多 若是他在场就更好了 他怂怂间没有立刻动手 先去把方才和狐妖缠斗时 掉落的小刀捡了回来 然后又把身上那暗示的里三层外三层嫁衣全都扒了 只剩一件薄薄的红色中衣 站在洞口 可以清晰看见一道灵力形成的屏障 而透过那道屏障 能够模糊看见外面的天光 还有些许散落在外的 半喜事用的东西 魏无限在心里估算 他这一婚应该才过去不到一个时辰 只是仔细想来 那狐妖的反应却很奇怪 明明开始时那么着急想要抓住他去成亲 后来却说走就走了 明明这里是他的地盘 就仿佛 马上有什么事 必须他亲自去做事的 他摸着下巴望着洞外 目光落在逐渐变暗的天空上 思索着思索着 忽然睁大了眼睛月圆之夜 对啊 今夜是十五 狐妖虽然不如狼妖那般依赖月亮 但对他们来说 月圆之夜依然是修炼的大好日子 结合那狐妖之前说的 他一定是想在今晚成亲 吸收魏无限身上的景气 之所以现在离开 是料定他逃不走 自己去做准备工作了 等到魏无限胡乱折腾耗尽体力 他再回来坐收余力 魏无限拍了拍手 跺脚道 谁说我解不开 区区一个破阵法 行 哥哥我今天便偏要解开给你看 魏无限朝洞妹做了个鬼脸 弯腰捡了一块石头 在四周走了一圈 很快便找到了四处镇眼 将它们一一画全标记 最后来到最为重要的那个镇眼处 蹲下来开始专心致志地研究破解之法 而外面的蓝忘机 则远没有魏无限想得那么淡定了 蓝忘机原本是听了魏无限的安排 没有靠近 只远远地跟着那支送亲队伍 即使看着人数越来越少 也没有轻举妄动 直到最后就连剩下的那四个教夫 也不受控制地倒了下去 想到魏无限还一个人 坐在轿子里面 蓝忘机才在忍不住地冲了出来 刚走两步 鼻尖就飘进了一股奇异的香味 他顿时感到头脑一阵晕眩 好在离得远 他人又警觉 即使秉需调整 才没有彻底失去意识 只是待他重新睁开眼睛时 魏无限已经连同轿子一起失去了踪迹 蓝忘机的眼睛猛地瞪大 拳头也一下子握紧了 心儿一口气才勉强冷静下来 他素来谨慎 先放出了向家里求助的信号 然后赶紧拿出通行御林查看 可不论他怎么用灵力呼唤 雨排上都没有传来半点动静 蓝忘机此时身处一座陆林之中 他竭力令自己平静下来 魏英还不知所踪 他不能乱了阵脚 蓝忘机思索着一切能与魏无限联系在一起的东西 低头瞥见万间的红线因缘线 两人之间还有因缘线在 而此时的因缘线也不负所望 仿佛一根无形的绳子 牵引着蓝忘机 为他指明了魏无线的方向 蓝忘机立即动身前往阴源线 为他指明的西北方向而去 看着周围毫无特点的一片片树林 蓝忘机越走眉头皱得越紧 他拔出身侧的壁沉 只见一道冰蓝色的冷冽见光破空而去 直直地展向他身旁那些树木 碧尘见光击中的地方 空气如有石之一般 像镜子似的碎裂开去 须余 取代了原先那片绿意 一派醉人的粉色猝不及房地撞入他的眼帘 见光斩碎了那看不见的结界 余力将几棵粗壮的桃树 劈得四分五裂 善事刮起一阵大风 吹乱了蓝忘机树的一丝不苟的头发 粉红色的桃花在空中狂舞 而他一身白衣就站在纷扬的花瓣雨中 蓝忘机伸手捏起一片 飞落到他肩头的花瓣 周围掩人而目的结界彻底破碎 漫山遍野全是盛开的桃花 一派妖也至极 魅惑人心的粉红色 分明不是花开的季节 桃花却绽放得绚烂无比 极尽妖意诡诀 碧尘自动出脚三寸 雪白的剑深蓝光流转 蓝忘机一手按在剑上 凝神专注地打量四周环境 不远处一棵桃树后 似乎传来些续声响 蓝忘机猛地转头 眉头微醋 执着碧尘 缓步走向那处探查 却不想 还没等他走到附近 桃花树后竟是直接跳出一个人员来 一转头看见他 兴奋地朝他挥手道 蓝湛 我找你半天了 原来你在这里 蓝忘机微微哑然道 魏英 不同于蓝忘机的如临大敌 魏无羡毫不犹豫地 三两步朝他跑了过来 情况不明 蓝忘机见状下意识想要后退 那人却是先一步停了下来 在他前方站顶 十分体贴地保持了个不远不近的距离 蓝忘机的表情微有变化 只见魏无羡一手捂着胸口 十分浮夸地输了一口气 眼神中来不及退去的紧张 却不似座位 道 还好你没事 吓死我了 你知道吗 蓝湛 这里是片桃花杖 桃花杖 又称秦杖 顾名思义和秦有关 这是一种幻术结界 多以桃花灵为媒介 顾得此名 人有七情六欲 其中又以爱欲最重 走进迷藏之中便会遭到攻击 看见各种幻象 有时即使心里明白 眼前之锦不是真的 也很难出手破解 更有甚者 千翠放任自己沉迷其中 直至死去 蓝湛基醋眉看着他 似在思考要不要回答他 最后还是道 我自然知道 这桃花杖也算是十分出名的 能够迷惑人心的阵法了 特点明显 又好辨认 身为姑苏兰氏的弟子 知道这一点是常识 蓝湛基一边回答 一边继续打量魏无羡 丝毫没有消除警惕 暗暗琢磨眼前这个人到底是真实 真的倒也罢了 可若是假的 岂不是变相让桃花杖帮他证明了 此时他心中最在意的人就是魏英吗